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全国多地宣告独立,就连与南京近在咫尺的苏州都变天了,驻截苏州的江苏巡抚成德权,主动站出来宣告独立。 苏州起义的消息立刻就传到了南京城,不禁让城里的两江总督张仁郡,江宁将军铁梁开始担心,南京会不会是革命党人的下一个目标。 张仁郡,名字取自仁忠郡马,驰骋千里。 近世出身,自梁广总督调任而来,曾从日本手中收回东沙群岛,1909年更是派出水师提督吴准,副将吴敬荣,刘一宽等,乘坐军舰前往西沙群岛查明岛屿十五座,并在永兴岛升起名炮,重申南海诸岛为中国神圣领土,也是一位正生斐然的大清官礼。 而铁梁也不是等贤之辈,被认为是清末唯一可以和袁世凯勉强抗衡的满洲勋贵精英,出身相摆弃的铁梁,先是一笔贴士、秘书的身份入室,不久被调入禁军神机营,后又被选中成为中国第一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学生。 回国后,深得融入赏识,1904年南下收权,铁梁以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大力整顿,南方八个省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高捐税被其收归中央。 张之洞等各都府的武装或被改编或被解散,由此得到慈禧赏识。 后,又与慈禧一唱一和,夺去了袁世凯的大部分北洋军权。 袁世凯下野后,铁梁遭摄政王载风猜忌,被外放为江宁将军。 张仁郡和铁梁自感兵力不足,多次集点北京求援,可是北京朝廷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南京的事? 但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兵力有限,只能先应付武昌的起义军,根本管不了南京的死活。 张仁郡和铁梁一筹莫展,只能是一切都靠自己。 眼下,对于他们来说,最致命的威胁就是驻扎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师。 光旭末年开始的军事改革,把原有的鹿营部队改编成了新军与巡防营两支队伍。 按照最初的设计,新军是国家正规军,而巡防营则属于警察内围部队,两军各司其职,担负不同物。 当然除了这两支队伍之外,还有八旗军存在。 不过八旗军早就变成了满人的福利机构,已经不能算是军队了。 自武昌起义后,新军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革命的一边。 但是巡防营却表现得异常顽固,大多数都依然死心塌地,继续为满清王朝卖命。 究其原因,革命党人非常注重渗透到新军中开展工作,而对于巡防营这种旧式军队普遍不感兴趣。 正是因为如此,各地的都府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信任,并依靠巡防营。 南京作为江南最大的城市,驻有新军第九镇五千余人,巡防营六千人,以及三千八骑兵。 张仁郡和铁梁对于新军第九镇为之如虎。 经过商议,两人决定击掉大清江南体都张勋所统领的江防营回原南京,并打算从徐州调集更多兵力,同时控制第九镇的弹药分发,每人仅配发三发子弹。 张勋,别好少轩,早年从军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因为至死都拖着一条辫子,人称辩帅。 接到命令后的张勋带着自己的江防营火速赶到了南京。 而张仁郡也随即将南京的守城大权交由张勋全权掌管。 张勋也立刻向张仁郡提出镇压南方革命党人,检出当时驻扎南京城区的清新军第九镇。 第九镇是清朝末年第一次实行征兵制入伍,仿照日本陆军模式编练的新式军队实称新军,张勋统帅的江防营都是暗老的模式编练的,古称旧军。 平日,新军瞧不起旧军,旧军妒忌新军,双方隔阂如同兵坛。 第九镇征兵时,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很多有革命思想倾向的知识青年报名从军。 一些革命党人为了取得军权也纷纷加入,他们在新军里开展活动,揭露清廷罪恶,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官兵加入革命党组织,其核心人物是第九镇十七械三十三彪彪筒、赵生及百文卫等人。 1906年12月,清廷血腥镇压平底溜旗以后,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防范与镇压,在第九镇清查革命党人。 赵生,百文卫等人不得不离开部队,但第九镇中的革命火种一直没有熄灭。 武昌起一爆发后,第九镇的革命党人与中下层官兵跃跃于世,只是苦于无人领导。 此时驻守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只有一个鞋,也就是一个旅的兵力,加上工兵营、炮队、马队等人马也不过就是五千余人。 而担任第九镇统治师长的则是徐少珍,此人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之后,光徐年间举人,精通军事, 曾历任武备学堂总办苏松镇总兵后,清廷派他去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训练新军,是清末创办新式陆军的主要人物。 徐少珍虽然和革命党没有任何关系,但一直对清廷的腐败十分不满。 同情革命,曾多次庇护九镇部署中的革命活动,前两将总督端方指明要逮捕正在九镇中的革命党人召声。 百门卫视,徐少珍巧妙地暗中周旋,使其得以逃脱。 不过,对于并不是革命党的徐少珍来说,吃大清的饭砸大清的锅,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还是需要从长计议的。 尽管林元宏很快就派人到南京来秘密联络徐少珍,但徐少珍等高级军官还是犹豫不决,难以下定决心。 虽然第九镇看上去还算老实,但铁梁和张仁郡却一直对新军充满忌惮,张勋更是打算武力脚下九镇全部枪戒,徐少珍断然拒绝,九镇上下官兵愤怒异常,急于歧视。 然而,当时全镇官兵每人仅有三颗子弹,形势对九镇极为凶险。 幸亏南京名士武兰孙对革命深表同情,建议张仁郡可令新军,到南京城南六十多里的莫林关驻扎,以免过急声势。 而翻台凡曾想,宁申马相伯也加以劝说,从中斡旋,于是第九镇统治徐少珍在无可奈何下, 只得将铸宁格标营编成一个,战时混成鞋,约七千多人,于十月二十九日正午开敌莫林关扎营。 第九镇一走,张勋立即在南京全城搜捕和杀戮革命党人。 张勋盘踞南京的一个多月中,屠杀居民三四千人,各处城门时长高选人头失重。 兵士更借口搜查革命党人,四处抢掠百姓财物,到处杀人放火。 南京居民怨声载道,渴望革命军早日到来。 第九镇到达莫林关珠地后,接连捉到十多名化妆城乞丐、小贩的密探。 密探们供认是张勋派来的,便宜真身三四十人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到莫林关监视九镇。 当夜,暗插在第九镇宪兵营馆带,营长齐人贵城,半夜持枪闯入徐少珍营房, 企图暗杀徐少珍,被当场捕获,贵城也供述是张勋派来的。 见此情景,徐少珍决定以身犯险,亲自前往两江总督衙门面见张仁郡, 试图小以利害,劝说张仁郡其意反清,由此也可避免双方兵戈相想。 为了增加说服力,徐少珍邀约了翻台凡曾祥,清末状元张俭等一同前往。 然而此时已经年过古戏的张仁郡并不想再背上谋反的罪名, 再加上张勋的支持,面对众人的劝说依然表现得犹豫不决。 徐少珍劝说张仁郡其意未成,辞别凡曾祥,张俭, 急忙赶回玄武湖后湖住宅,立刻找了帝九镇参谋关公之林, 来到后花园的五角亭中协商。 徐少珍与公之林商议,决定解徐夫人李毕与四十寿臣之名, 摆下鸿门宴,请张勋上钩,然后用武力逼迫张勋参加革命。 而江南提督张勋和他的三义太堂兄, 同时也是将防营参谋关的变李清也商议了对策。 张勋看过秦简后决定将计就计, 吩咐变李清挑选二百精兵, 到时在后湖一带埋伏, 并要变李清带一班快枪手随同赴宴。 变李清指挥的厅房迎兵丁, 暗暗埋伏在玄武湖后湖一带。 当晚,徐少珍在五角亭宴请张勋, 席上樊曾祥,张俭在座, 变李清由第九镇参谋关公之林接待, 在五角亭相近的一间小楼上坐席, 两人各自严密戒备。 便李清随带的二十名亲兵, 在小楼外间由第九镇官兵招待酒会。 席间九过三旬, 徐少珍将话语逐渐引入正题, 结果话音为落, 张勋已经怒至徐少珍说, 徐少珍, 你胡言乱语, 被你犯上。 徐少珍希望张勋能审视多事, 转变态度, 继续道, 武昌一声炮响, 革命一起一举, 各地响应, 宣功, 可见民心所在, 中国是非革命不可。 张勋一阵狂怒, 拍案而起, 吼道, 你不必多言, 造反, 杀无赦。 这时, 便李清猛地从席上站起来, 手一挥, 做出了一个暗号, 二十名亲兵差时间都跟着站了起来。 在席上进以待变的第九镇参谋关, 公之林紧跟着推开桌子, 一步抢先, 站在便李清面前。 立刻在甲山后边, 一百多名九镇官兵手持盒子枪, 像神兵天将一般, 黑沉沉一片, 形成了对吴角亭的包围。 吴角亭内, 张勋正指着徐少珍高声吼, 谁要造反, 我打他几个窟窿。 说着, 张勋高举酒杯, 正准备摔杯子, 发出他燕红门的暗号。 这时, 便李清一边暗示张勋快撤, 一边假作调停, 于是张勋在便李清和二十名亲兵蜂拥下, 兴兴而去。 徐少珍策动张勋失败, 值得送走樊曾祥和张简, 连夜和公之林赶回莫林关。 第九镇移住莫林关后, 官兵的反清革命情绪不仅没有被压制, 反而更加高涨, 准备肉搏冲杀。 军营里一片磨刀霍霍的声音与阵阵马撕声。 1911年11月3日, 上海的革命党人起义, 上海光复, 革命军一鼓作气, 占领无松口。 消息传到南京莫林关, 第九镇全军官兵兴高采烈, 革命气氛高涨。 同盟会中部总会也连续派遣陶讯, 范红仙, 百文卫等人到第九镇, 对徐少珍等高级军官开展工作。 第九镇官兵也不断派代表到镇司令部, 要求徐少珍请速局室。 同时, 徐少珍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儿子徐成树也来信劝说, 中国者, 四万万人治中国, 非疑性治中国也, 与其忠于疑性一人, 何如忠于四万万人。 古之忠臣烈士, 由杀身成仁者, 其致在救国救民也, 除非专为疑性寄业。 11月4日, 忽然有两名满人军官来到茉林关, 修建徐少珍。 徐少珍的卫兵见着两个人神色诡异, 垫起了疑心, 上前对他们搜身。 结果, 卫兵从这两个人身上搜出了两支手枪。 经过审问, 这两名满人军官共认, 他们是来刺杀徐少珍的。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军营。 第九镇的官兵不由得群情激愤, 大家都意识到张仁俊与铁梁已经动手了, 第九镇不能坐以待毙, 此时除了起义, 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徐少珍于是一面召集军官会议, 部署起义, 一面派遣华雁云等人赴上海, 找护军都督陈其美, 请求接济子弹, 一面派人化妆进入南京城, 秘密联络旧军中的友人, 动员他们做好内应, 约定11月8日为起义日期。 其中, 驻守汉西门的巡防营所筹金两万元, 答应于新军攻城时打开城门, 两将总督府部分卫队人员 同意反戈一击, 占领部署, 打掉清军的中枢指挥机关, 守卫响泄局的机枪队, 以及引革命军炸弹队轰开通缉门, 聚宝门, 中华门。 革命党原计划 带上海方面的弹药运到第九镇后, 成为外同时行动。 其料, 原第九镇被撤职的排长, 是为湖北军政府驻宁联络员的 苏良丁号大席工, 不知道在哪里得到了第九镇 将于七日晚攻城的消息, 便于七日夜半纵火放炮, 提前发出了起义的信号。 亦说是起义消息泄露, 被迫提前起义。 亦说是苏良丁写信 与第九镇约定七日晚起义, 但第九镇回信坚持八日起义, 但送信之人未能如期返回南京。 都署卫队及汉西门巡防营, 闻巡同时响应, 已是城内枪声大作。 留守城内营防的少数第九镇官兵 打开监狱, 放出被囚的革命党。 这些重建天日的难友们 听说了起义的消息后, 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 向两江总督府发动进攻。 据1961年版《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记载, 他们为首洋装一二人只有枪械, 后十余人不过棍棒, 徒守者亦有之, 守之白金之起, 后为狱中人犯, 矫料尚未尽托, 沿往宫都蜀云。 街上还贴出了 署名江宁军政吩咐的告示。 起初, 南京城的清军被吓得手足无措, 张军在混乱中 保护张仁军逃出都数, 躲进了北极阁的司令部。 继而清军开始清醒过来, 意识到只是沉重的少数士兵起义, 于是开始疯狂反扑, 经过彻夜巷战, 起义者势单力孤, 终遭扼杀。 少部分人从聚宝门杀开一条血路, 投奔第九镇, 冒失鬼苏良兵逆于辟除的免, 以说被清军俘虏后杀害。 战斗中许多起义者蒙难, 仅在珍珠桥就有数十人之多。 清军汉将网友红, 首爆机枪疯狂扫射, 督署卫队的起义者二十余人倒于血泊之中。 而攻打督署的革命党人, 由于敌众我寡, 被迫撤至城北, 后又被清军骑兵追捕, 包围全部阵亡。 随后清军紧闭城门, 大肆搜捕, 滥杀无辜, 撞钉, 学生多有简发辩者, 喜剧杀不赦, 称之为杀和上头, 并选手失众。 这次仓促暴动, 使革命党苦心经营的内应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南京城也随之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第九镇官兵, 不知南京城中风云突变, 仍按原计划, 于11月7日午后一时, 开始移营。 11月8日黎明, 在墨林关市时, 口号为兴汉灭满。 但由于张仁军的地方, 权阵官兵每人手里, 也就只有数发子弹, 重武器方面也只是有炮无弹。 8日上午11时, 齐军以第17协, 协同沈童武为前敌总指挥, 各路进攻部队开敌于花台南部的吴明伟和南岸高地。 不料, 内应部队已于昨夜先行发难失败, 溃兵撤出城外。 8日午后, 中部军先前骑兵队, 在队长李多率领下, 到达花神庙北端, 从三面包围了宇花台清军炮台。 不料此时, 昨晚先行发难的城内骑部队溃兵正好也撤退至此。 骑兵队长李多目睹溃兵惨壮, 咬牙切齿求战心切, 不顾统一号令先行率队单独前进。 宇花台位于南京城南居宝门, 经中华门外的正南方, 是一片面积不大的丘陵高地, 周长约三千五百米, 由三个紧紧相依的山岗组成。 清军在这里建筑了坚固的炮台等防守阵地。 新军起义, 从莫林关出发, 攻打南京城, 必须先占领宇花台。 当时, 宇花台清军早已做好部署, 等到新军往前冲锋, 前哨就要接触的时候, 突然集中炮火做正面射击, 两侧又以机关枪左右扫射, 秘如雨点, 给新军官兵狠大杀伤。 八日傍晚五时, 沈童武得到城内的内应各防营溃望的消息, 即传令进行夜袭, 将各标营所有枪弹, 宣布集中给中陆军三十四标, 发给赶子队每人八颗子弹, 战斗队每人五颗子弹, 各陆军集中攻击与花台至高点清军炮台。 其官兵们整天只吃了一餐, 胆饥饿权望, 与花台附近的村民在战斗中冒险给起义军送饭, 并拒绝接受起义军支付的饭钱。 如也, 中陆军禁敌于花台下, 发起冲击, 遭清军猛烈炮火压制, 伤亡惨重, 在弹尽圆绝, 牺牲严重的情况下, 仍是死不退。 前敌指挥官朱吕仙, 挥动指挥刀, 多次率众冲锋拼杀, 军尾成功。 至九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三十四标杆死队一百多人, 装备着手榴弹, 有金铃一种, 匍匐绕过敌宝后方。 二十三十分, 至于花台南部二百米处, 顿发喊声冲锋, 令不能进, 遭守军机枪猛烈扫射, 只好退伏在田耿后隐蔽处, 稍事整顿, 复事强劲, 如此反复三次。 先锋队队长唐有太重担牺牲, 最后, 第三十四标左翼之一部 韩辉等官兵, 进托装具, 袒凶而前, 盘登东宇花台, 徒手夺击官枪两挺, 但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跟上, 敌人迅速反击, 致使功亏一溃, 对官汉明等四十七人牺牲, 至十一月九日凌晨五十三十分, 天降拂晓, 起义官兵已疲乏至极, 不堪再战, 而本应该到达的子弹, 又被镇江参谋长陶俊宝等截留自用。 总指挥沈童武见此情景, 已知不可为, 只得下令起义官兵在大物掩护下, 向后转移, 最后退往以光复的镇江, 部分人退向五湖。 此次战斗, 起义军由于各部缺乏配合协同, 再加上轻敌以及弹药不足等原因, 仅凭官兵血刑, 仓促启示, 最终失败。 事后, 仅经红十字会掩埋的镇王起义军官兵, 就有三百六十余名。 第九镇退到镇江后, 徐少珍随即赴上海与革命党人恰伤, 当时苏州、 长州、 淮音、 扬州和上海、 浙江等地已光复, 东南重镇只有江宁, 南京仍为清军重兵盘踞, 负责镇压全国起义的袁世凯, 也发电报给张勋, 令他坚守南京, 说东南半壁, 系赖我功, 并准备向南京增派援军。 南京第九镇新军起义的失败, 对刚光复的上海、 杭州、 苏州震动很大, 同盟会中部总会立即于11月11日 在上海长远召开紧急会议, 认为强攻南京, 仅凭第九镇新军的兵力, 包括镇江林树青的兵力, 都不能和清军抗衡, 于是决定联络江苏、浙江、 上海各光复地区的力量, 组建江浙联军, 举徐少镇为联军总司令, 再次进攻南京。 会后, 陈其美就此分点苏州的 苏军都督承德权, 杭州的浙江都督汤寿浅, 承德权, 汤寿浅迅即复典赞同, 徐少镇赶赴镇江, 组建江浙联军总司令部, 以陶军宝, 顾忠称为参谋部长, 林之下为副参谋部长, 沈童武, 石九光, 于右任, 范光琪等为顾问, 孙玉云为军事参议, 并设经理, 外交, 执法, 交通等各部, 筹划一切, 所辖各军, 有镇军支队, 约三千人, 支队司令官林树青, 这军支队, 约三千人, 支队长朱锐, 苏军支队, 约三千人, 支队长刘志杰, 松军支队约六百人, 司令官林天才, 护军先锋队, 稍后开导, 约一千人, 司令官宏城点, 另有杨军徐宝山部, 及松江, 江英等地的巡防营, 总兵力约一万人, 兵力对比方面, 清军守卫南京的防卫部队, 总共两万余人, 由张军统帅指挥, 其中主力是张军的江防营六千人, 和在清军中素有大胆将军之称的 记名提督网友宏部六千人, 以及从徐州调来的徐州镇一个市的兵力, 和两江总督衙门卫队等。